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宗成 我常常在讲眷村文化 尤其是我在讲的蛙人村 我是蛙人村村长 那在讲那个军眷村 台湾的最特殊的文化叫军眷村文化 台湾的军眷村跟大陆那个部队大院 或者是什么机关大院 什么大院都不一样 那军眷村跟警察眷村 或者司法省村 什么眷村都不一样 以前的那些单位 像比如说司法 司法新村好了 因为他需要跟这些被告 什么跟这些司法黄牛隔绝 所以他们还有制成一个系统 里面有警卫 就让闲杂人等不要接近他们 而且他要判案的时候 说不定会那些被判刑的人 要寻仇 高雄以前就有一个 好像是谁 黄姓介的女婿吧 是检察官 判了一个人重刑之后 那个人出狱以后 仍然拿枪到他家去给他 叮叮叮叮 把他打得差点死亡 他现在还有后遗症 后来那个人不知道 后来是死刑还是怎么样 反正那个 反正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歹徒本来就是 他不服判决嘛 说怎么怎么中了啊 怎么样 那因此他官出来是这样 那件事情都是班班可考 那这个 那是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这些东西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最佳伴手礼 很多人在 以前有一阵子炒热 眷村文化 很多地方的人都要搞 眷村文化要怎么怎么样 都是要借个理由来骗政府的钱 真正的眷村文化 一个文化不需要政府来补助 除非你这个文化非常突出到哪里 突出到海外去 比如说像我以我来讲 我就上YouTube 我对世界放送 所以外国很 我很多的那个粉丝是外国人 那中国大陆人也很多 很非常好奇 所以来台湾一定要到 挖人村来看看我 因为你可能是代表台湾的一个 文化瑰宝 我说谢谢 真的 真的是理事而求主也 而且怎样 你有慧眼 台湾这些混账 通通没慧眼 那我在想 我喜欢到大陆各个地方去旅游 尤其是少数民族 那去了那边之后 你就要怎么 你一定会带很多东西回来 像比如说我到云南去 我就举个例子来讲 好了 我到云南西双版道 我就学了葫芦斯 我去西双版道之前 我就听过葫芦斯的音乐 我就很神旺 同样的 我到了那个遗族的这个地方 我就学了巴乌 其实巴乌 不只是遗族 很多族都有 包括 那个 那个歹族 西双版道是歹族 也就是我们以前讲的百遗族 那实际上百遗族是 国民党政府时代 他把这个 他把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少数民族里面分成五个 藏满蒙回 这个 汉满蒙回藏苗摇 他们只要把那个苗跟摇 做作为大族 实际上 最大的族是壮族 那个这个 现在中国大陆五十六个民族里面 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 第一个是壮族 不是壮族 不是壮族 共和 实际上现在是五十六个民族 五十六朵花 那我们不提 实际上 这个很多的乐器 是有独到的 比如说刚刚讲的 葫芦斯主要是歹族 歹族就是以前的百遗族 那实际上 有的人讲说 我妈是百遗的公主 事实上 他也不是在西双版纳 因为 因为歹族 这个就是百遗族 他有分成好几种 以前我们台湾 还有一首三歌 叫水百遗之恋 这个百遗有什么 有三百遗 水百遗 刚刚讲水百遗之恋 三百遗 水百遗 还有什么花腰带 还有黑池带 你看 这样就已经有四种了 如果再细分可能还有 所以你可以想象 以前国民政府 只有一个三个字 百遗族 百遗族 那到底是山百遗还是水百遗呢 靠山的叫山百遗 靠水的叫水百遗 据说水百遗特别美 所以愿家汉家郎子的是水百遗 另外还有什么 还有花腰带 花腰带 他们喜欢用花裙子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 黑池带 牙齿是黑的染成黑色 而且用工具把牙齿打成尖的 凡子总统就是他们这个 这个同一个百遗族 就是同一个百遗族 百 现在叫逗族 中共建政以后 民族学重新立名 叫逗族 以前就是 逗这个音就是 就是百遗百遗的转音 就是这么简单 可是已经细分就已经 刚刚已经讲四种 到底是哪一种百遗 大部分的人会讲的是 主要是百遗族的水百遗 所以常常会在那边 长头发在河边洗澡 裸体不怕人看等等等 那是水百遗 那刚刚讲说 葫芦士是那个 歹族的特有乐器 另外还有一个巴乌 那个歹族人也吹 那但是他主要是 遗族 遗族是第二大的少数民族 第三个什么 我在苗族那边 我曾经有讲过说 卢森与我的故事 我也放在下面 各位可以点开 那那个卢森就是 苗族 真正我们讲的苗族 卢森要跳舞 卢森大会 那另外一个就是 既然中国大陆 各个少数民族 都有他自己独特的东西 我去那边 我一定会买那个乐器 学那个乐器 然后回来 我就会再吹 我就可以复制 我在那边的经验 跟那个 回忆 那同样的 如果说你来到台湾的军建村 比如说你来到 挖仁村的话 很多人都讲说 你要有什么伴手礼 所以卷村美食 卷村美食 你在桌上吃完就完了 回去就没有什么印象 因为卷村是一个移民社会 大江南北的人 都聚集在这里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 卷村美食 没有所谓的定式 不是江浙菜 或者是河南菜 或者是湖南菜 或广东菜 或福建菜 都不是 因为它是一个移民社会 很复杂 我说过在印尼那边 马来人 父亲是马来人 母亲是华人 他们的这种 这种家庭生出来的孩子 混血儿叫做 叫做娘惹 娘惹 他因为他有娘家里面的 那个烹饪的方式 融合了马来人的习惯 所以他们的食物特别 衣着也很特别 那叫做娘惹菜 那种人叫娘惹人 各位如果说你在 我在中国大陆也看过 在泰国在印尼我都看过 他们结婚的时候 那叫女的穿的很大红的 男的穿的那样子 很像一个大的 一个白色的衣服 看起来好像不像结婚的样子 但是 这是他们的民族特色 同样的 你来到台湾的军建村 走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所得到的东西 所谓的伴手礼 一般都讲的是什么 食物 那食物 你用邮寄的也可以 而且那个食物的话 你做我做他做都一样 就没有文化特色 所以我个人 我个人一直在讲说 我在讲军村文化的时候 我都讲说是 玩到哪 学到哪 走到哪 玩到哪 玩到哪 学到哪 就是这样 我刚刚讲说 我去西装版道 我学会了葫芦斯 我跟苗族的人认识我 他教了我 卢森的吹法 送了我把卢森 现在还在 那另外 还有遗族的 这个八屋 我在云南音乐那一集都讲过 这些东西都是我去过那地方 古人说的 这个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所以行万里路的意思 不是你走上来 也不是急行经验 也不是干什么 更不是折马看花 应该是深入理由 深入人家的文化 怎么深入法呢 音乐美术 这些东西是最简单的一种 你没有太多时间定下来 看看他的雕刻 是怎么样雕的 基本功法 全世界人都一样 演奏乐器 六指系统 或者四指系统 三指系统 等等等 反正你只要接近 这个你就会学得起来 最重要的是 你要对那个文化 特别有兴趣 所以我个人认为 最佳的伴手礼是什么 走到哪儿玩到哪儿 玩到哪儿 学到哪儿 那你在眷村里面 我这边有教你吹树叶 也教你吹紫哨 吹口哨 还有教你一些 眷村里的特有的东西 比如说黑话吧 这些都是属于 眷村里面特有的一种文化 那你来这边的话 如果你不能把这个 这个你的文化特色介绍给 出道者的话 你根本就 就是挂着羊头卖狗肉 你根本不能代表 这个地方的文化 所以那些 所有自称眷村文化的 不管是海陆空军 什么联情什么的 你有没有特殊文化 如果你没有 Nothing special 你没有看头 人家也不会来看 我们之所以喜欢到大陆的理由 就是因为 五里不同风 十里不同书 每个文化它有特殊的文化 Culture 以上跟各位分享 最佳伴手礼 其实是文化 而文化 就是 人家来这边知道 可以学到 他以前没有的东西 你有吗 我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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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